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两个不同的意思 是一个蛮感慨的事情啦 因为这个算是我结束了我的七张的亚洲系列专辑过后的第一张 做一个不是亚洲系列的叫鬼才做音乐这样的一个主题 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因为毕竟我的亚洲系列已经做了七八年了 非了很多国家跟很多歌手合作就是很多回忆啦 那这一次这个鬼才做音乐这样的专辑呢 是比较走我个人一点的东西 就是我想要表达的一些愤怒一些不满或者一些感受 所以是这样的专辑内容上的突破 所以为了突破我们造型上也很突破 你看我穿成这样 你猜现在几度 已经是全部都试完了 所以我一早上起来就试到现在 所以这次出了这套造型之外 我还有拍了两三组造型 都是一些比较诡异的 应该说比较复古一点 好像从坟墓爬起来的人的那种概念 所以这次我们是因为有鬼这个字呢 照片的拍摄呢也非常的特别 就是我们要拍各种灵异照片 因为灵异照片这种东西 其实在2000多年以前很流行 可是之后就慢慢越来越少 因为那个P图技术越来越进步 所以我们为了要拍这些灵异照片呢 我们也找了很多很经典的 历史蛮悠久的一些灵异照片来做参考 所以我们这次我们研究 我们开会了很多次来沟通 要怎样拍出很有当年那种感觉的灵异照片 又要很真 可是又不是很真 可是又好像假假 这样就好像以前那种感觉了 这次呢我们跑了大概将近10个场景吧 在各种不同的 比较生活化的一些场地 来拍这些灵异照片 通常这种照片呢 越生活化就越恐怖 就是好像你跟你朋友出来吃饭啊 办公室在上班 或者你进电梯 或者你在房间 突然间拍到什么东西 也就那种感觉 然后刚才有拍到一个吊景的东西 我觉得因为我之前看过一部戏嘛 叫做就Coming Soon 然后就对吊景有一点阴影 所以刚才吊的时候 那个柯式的桌子有点松啊 那个客室的桌子啊 然后我们美术指导哦 他也很用心 很小心地帮我再看着我了 他只要一松掉呢 我就可以去找王家居了 一拍完我就马上冲出来 你知道多么热吗 你看里面 我至少瘦3kg 你信不信 3kg 真的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如果你要减肥 可是你懒惰运动的话呢 需要就是买一个东装 在马来西亚基隆坡马路上跑 就马上一天可以减3公斤 不是开玩笑 嗯 是啊 可以拍吊景吗 哇哦 是需要那个 帅吗 有这样的东西啊 我都是要的 自杀啊吊景啊 不我们都监制不出了 他特地 是直到我今天拍吊景 准备一个双膝的红包给我 影片的那个更惊喜 所以你是要我明昏的 不死啊 要明昏的 不要再看了 看一下短红包 啊 要紧啦 ok 这个女儿子哦 这样进去 啊 第二位点 ok 好 你手不要伸进去 没有看到手的吗 你这样子的 对 好啊 这样 今天拍那么多个场地 我觉得最难拍的 就是人最多的时候 就是在Buzz那边 因为那时候不小心下雨 然后下面那有人 也要控制他演技 幸好有我们的监制 Jogo都帮我控制他们 因为里面有很多 不同的种族的朋友 就要控制他们 又要演技又要车祸 他明明是Kalefin 也要他眼睛马奖的演技 也是一个难度嘛 然后我又坐在那么远 我又在上面 又看不到他们的演技 然后又下雨 然后大家又生病 跑来跑去这样 其实蛮难的这个东西 其实上面非常危险 因为上面有很多青苔 常年没有人洗 所以我屁股一撞起的时候 他们就要摆这样的姿势 有没有 然后我就会感觉 滑下来的感觉 随时会掉下来 而且下面是没有支撑的 所以我一掉下来呢 就是收工 幸好刚才的 那些演员的演技还不错 就让我们整个拍摄 比较顺利 虽然下雨 可是演员的演技 战胜了一切 所以找演员很重要 天下雨 我们就要想要讲应变 我们在设计里面 在剧本里面就没有下雨 那如果你要拍的话 你要想办法 想解决问题 解决不了就要应变 但就只能取消 所以这样很不简单 主要是导演啊 看导演就没有啊 待会儿你会反映啊 就给你拍摄 对 one more one two three 对 你左手 左手处 因为你的手就在手滑 这样 one more one more one more 对 对 对 OK OK 原来这个更难 我应该在这哪里 是吗 这个比较比较 对 对 对 我看这里的镜头 来,一二三,看这个镜头 耶 兄弟,你带来烤烙? OK 刚才就是人家在那边 开party,烤肉晚会 中秋赏月,因为我一个人在那边 羡慕他们,因为我羡慕 季度很伤感,那什么伤感呢? 就是家街嘛,可是我一个人 没有人看到我,你知道这个是很难演的 这个是一个很高境界的一个演技 讲到这张鬼才做音乐呢 算是我所有专辑里面的第九张专辑了 那我觉得一个歌手可以出到九张专辑呢 除了要一点努力之外呢 是要有运气的 十多年来做了九张专辑 尤其这几年能够那么频密 每年出一张 或者说每一个月出一到两首歌 这个都是要靠很多人的帮忙 还有靠团队的合作 然后还有自己的努力 然后还有就是很勇敢的烧钱的精神 要很愿意去做 然后很愿意付出 拼命的这样出专辑 你看这个年代 有谁那些天王天后也没有这样出啊 对不对 只有不要命 不要脸的人 才可以像我这样出专辑 然后尤其专辑这种又是黄昏产业嘛 歌手出专辑都是把它当成名片来分 都没有什么在卖钱 可是我们这次就劳实动众 又花了那么多钱来进行这个拍摄 来请了那么多灵眼 造型啊 就各种场地啊 去租啊 就是这些都是要花很多精神 人力物力时间财力的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还可以做到第几张 尤其YouTube最近它的那个演算法 怪怪的 差不多了 差不多要比我写一些东西来讲它了 因为平时YouTube也是会找我们去开会 因为可是最近Coffee Nighting没有办法去嘛 然后接下来如果我们去 我们一定是来讲它的 讲它给它勾力勾力一次 那希望 接下来还有机会再继续做更多歌曲 拍更多MV 然后还继续的出专辑 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最新专辑 鬼才做音乐 诶 刚刚拿到的包裹 就是我的最新专辑 鬼才做音乐 来看一下 这个专辑呢 我们设计了很久 改来改去 现在终于做好了 我要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 不好意思啊 太粗魯了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专辑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 所以你们到时候买到就会这样 然后它那种皮革的感觉 然后它的那些字都是印下去的 你知道吗 鬼才做音乐 然后它的英文名呢 就更直接一点 就叫做 gozician 就是ghost 就是鬼嘛 musician 就是音乐人 做音乐做到像鬼这样的人 然后这个你看啊 那么恐怖 就是脸从包包里面跳出来 因为鬼嘛 鬼就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突然间 砰 出来像你 它是一个相簿的概念 所以看相簿就会有像我这样手痒的人 就会拿家里的红笔 蓝笔什么笔啊 就会乱涂 不然就在眼睛上画一个圈啊 有些人会画飞机啊 画地图啊 画大便啊 就是我们的兴趣 所以它整个专辑呢 走的路线呢就是涂牙 包括内液也是这个概念 那我们来看看里面是怎样的相簿 嗔嗔 哇哦 鬼才做音乐 那我们设计师一设计完这本就辞职了 对 你想一下那个 多少个晚上没有睡觉来图这些东西 图到自己怀疑人生 不知道自己在画什么东西 因为它要图太多东西了 然后它打开就是一个相簿嘛 它就会有照片 注意看是灵异照片啊 就是你看我们以前20年前很流行啊 那个时候是MSN的年代啊 很流行大家互相穿那些灵异照片 然后甚至日本啊 有些节目很喜欢拍那些灵异照片 不用红圈把它圈起来 所以这个我们就走红圈的概念 我会在高中毕业照的里面 然后被圈起来 然后这个是在他们上课上那一半 被圈起来 然后这里它里面呢 就是一些涂鸦 这个是相簿的概念 就把照片塞进去 可是这些都是歌词 而且他们明明是几个大人 然后他们在写这个的时候 要半假还仔细 你看这都没有照片 那个照片到底跑去哪里呢 在后面有一个信封 它上面叫你 请不要打开 Do not open it or you will be cursed 你会被诅咒 如果你乱打开的话 所以我们还是很顽皮的 打开 里面是什么 Poster 对你们可以黏在你们的家门口啦 可以避邪 人家来人家也会尊敬你三分 就是靠这个海报 对 然后里面呢 还有一张CD 看到吗 人家专辑都是设计美美的 可是我们专辑就是图雅 它是照着这个封面来画的 可是画的是小朋友的画工 里面还有 就是一堆灵异照片 看到吗 在车后面发现到圈起来 在客室上考试考不过 吊紧自杀圈起来 在家里顾baby 不要睡觉 要小心 超过半夜12点进电梯 你会感觉到你肩膀很重很酸 吃晚餐吃到一半 桌子上的倒影 有没有 这个你们要买回去仔细看 要吓到你的阿嬷 所以这些 不管它是怎样的 它都在哪支吉他 就是因为它叫鬼才做音乐嘛 除了鬼要有音乐嘛 对 然后这些照片呢 它是有逻辑的 因为它后面是有一些歌词 你要拼进去 要自己拼图 它有一些暗刺在里面 这个歌词就不会乱 那你们要去找一个一个番 还有很多下雨的点点点 你就要找下雨 这个就是收藏的乐趣 因为现在买专机 其实不是拿来听的 因为很多车上 这种CD player已经没有啦 连我自己都找不到 我要打电话问我设计师 可是他已经辞职了怎么办 啊我找到了下雨 哇哦 它的歌词在后面是对得上的 现在越来越顺利 因为我知道敲门在哪里 这个是裂开 所以是玻璃形 它裂开 啊看到吗 玻璃形裂开 对 一定是在这里 确实在哪 确实在哪 黑色框 黑色框 OK 搞定了 你的箱部就开始有照片可以看了 有些有照片有些没有 有些可能被拿去做法 很用心的 还有画这些很幼稚的东西 哦 这个是墙外 所以它画了成墙 到了这一页呢 把它画完 就大家自己发挥身体 是什么你自己想 我们可能可以举办一个网路的涂鸦比赛 看这个人到底可以变成什么东西 对 这也是我们这次的工作人员的名单 所有的公司都在这里 很多人会问我嘛 就是之前我做的那些亚洲系列的专机啊 为什么突然间放弃没有做亚洲 不是放弃啦 因为之前就到处跑 然后感觉很浮夸 有没有 到处跟人家fit 难得可以在家里面做自己的音乐 啊 所以里面有很多题材呢 很多是我想要表达的一些内容 像我成长的地方是在讲关于我的老家 然后装修 70年 怎样装修起来 然后我的一个感受 然后里面还有一首歌叫金牛 是讲我们金牛座啊 就是很贴词 T-Key 不听人家讲 然后固执 然后发奋图强的一个精神 也是金牛奖 来找我合作的一个作品 然后还有 小鲜若变男子 和之前金马奖找我写的嘛 还有玻璃星啊 也这张专辑 就是在网路上常会面对的 还有更凶的就是hello hater 就是自己跟那些酸民键盘侠对干 还有这次帮这个金门代言这个观光鞋的墙外 就是小朋友的故事 就隔着一道墙不能见面 最遥远的距离就是 我在你面前 可是我们却不能见面 还有happy family也在专辑里面 就是之前入围金马奖最佳年度电影主题曲 就是在关于讲马来西亚的教育 还有一些校园的种族歧视暴力的问题 对 还有教育制度的问题 然后还有这个笑着回家 再讲这次过年 疫情很严重 然后很多公司倒闭 然后很多人被裁员 就蛮悲哀 然后我还请来捧家家来拍 还没有看过的朋友 去年的新年歌可以当几年来听 这次专辑很用心啦 我们做了15首歌是破了我自己的记录 那之前的专辑顶多是10首12首14首这样 然后跟之前的亚洲通的系列是有很大差别的 那也是我人生中的第9张个人全创作专辑 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我接下来还可以发行多少张 我不知道 人生起起落落 所以我在一直很把握的我的时间 一直在做音乐 一直在做专辑 一直在拍MV 我大概一年呢 会出大概10 最少12到20首歌曲 包括MV哦 我觉得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相信有拍过MV的朋友 有做过歌曲的朋友就知道 我这样子的量是很难做到的 这个算是我的心血吧 我看到这个很感动 就是我们一年多来整个团队努力的结晶 谢谢所有参与这个MV 演唱的朋友 音乐制作的朋友 专辑设计的朋友 还有每个参与MV拍摄的朋友 还有帮忙宣传的发行的 所有每个参与到这样专辑的朋友 没有你们这样专辑是做不出来的 那现在实体的店面发行呢 只有在香港和台湾 那如果你们不想买实体 也可以买数位专辑 大家上网除了可以看到我这个专辑之外呢 可以上到我的网站 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周边产品 包括我现在穿的这件衣服 还有平时呢 大概每个月啦 都会定期推出各种周边产品 都是我们去研究 找最好的材料来做 我们虽然隔行路隔山 可是不能落魁 所以我们都是花很好很好的材料 就穿了就不想脱下来的感觉 请大家多多支持 黄明志 最新2021年最新专辑 鬼才做音乐 YEAH 木献 那天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